一個婆婆神情彷彿 默默坐在這間時裝店門外 究竟做什麼? 她舉起一張紙 用紅紙寫著被人握走幾千元飯錢 這位女士就非常激動 還引來不少街坊上前查問 究竟是什麼事令她這麼不憤 原來這位女士吳小姐是婆婆的女兒 在一個多月前 婆婆獨自光顧這間時裝店時 發生了一段離奇的經歷 2月24日,我媽媽經過商場一樓 不知道在什麼情況下 就被銷售賣了進去買衣服 買衣服之餘,她不停地狂開單 開了四張發票 但不停地開單給她 連她身上的八達通 只有一百十多元 也要到一百五十元 去找尾數 讓她乘巴士或小巴也回不去家 我那晚也找不到她的,八點多元 找到她之餘,身上入屋 已經是任何東西都沒有 只背著身上這個袋子 還有一個環保袋 拿著三個蘋果、兩個鏟在裡面 只是這個裝束回家 沒有多元,沒有任何一個其他膠袋 所以我相信她是有心去騙我媽媽的衣服 四張單據上,清清楚楚地 獵明吳婆婆買了十件衣物 一共花費大約三千六百元 而其餘只有一件價值七百元的蜂褂 是需要訂貨 這張單據上還寫明其餘的衣服 敬意取貨 那為何婆婆兇手而會 後來拿著一張發票 打算找回去拿衣服 大張發票店的號碼是錯的 再問管理處,她都說沒有這個店 2019年不是衣服的 周圍找,是找到的 但當時她沒有當值 就另外一個銷售在這裡 在這裡之餘又怎樣呢 我說你的同事勁開單給她 但拿著兩張單,一件衣服都沒有拿過 她了解一下,看一張單 她也看不明白是甚麼 她是一件衣服的,到處找找找 找到之後就放在桌上,放了六件 看到這六件衣服 吳小姐感到非常錯愕 逛買的時候,天氣應該是冬天時間 應該不會穿這些夏天衣服 現在搭責著一些根本的娃娃裝 你說旁邊不會穿娃娃裝?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見過穿這些娃娃裝 警察面前都是掉了兩張單出來 當時我沒想到這些衣服在哪裡 我自己手拿著接收那兩張單 但其實那兩張單是牽涉四件衣服 從來沒有拿過 她也單方面說,我給了婆婆 她自己不見了或者知女兒 這真是無從稽效 只有閉路電池或者她當事人才會知道 其餘四件衣服究竟去了哪裡? 那就要問婆婆,希望真相大白 我忘記了,我婆婆 有否記得那天為何會突然上去買衣服 忘記了 年紀很小的時候會退化,年紀大 是嗎?我有一部退化才行 到底衣服為什麼買完又會消失? 當日婆婆在時裝店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看見婆婆,我被一張椅子坐 她覺得很舒服 很麻煩的 那我選一選一選 買了幾件衣服 買了幾件衣服 買了十一件衣服 她就還沒付錢 那一件衣服 她當時就拿走了四件衣服 我最初也打算她拿走了 她就說 她說害怕這裡有很多東西 她說 我有點生氣 在這裡訂了 不如到時一起買吧 她還告訴我很開心 買了這件衣服很暖 很適合我 她真的逗留了很久 逗留了幾個重座 買得很開心 拿著股票 買了一份 時裝店認為交易 是在里程外院之下完成 並沒有任何強迫成分 所以吳小姐後續的行動 令到店方糟糕不解 第二天那天 又沒有了一件衣服 已經有警察 承明處理完這件事 就拿走了那六件衣服 那些衣服都充滿了 她都說可以了 到三月四日那天 她又來到 說我們沒有付那六件衣服 接著又到今天她的報警 又說我們沒有付那天支持 那四件衣服 她已經拿走那些衣服 就說我們沒有付那些衣服 至於當日為何提供了 只是很努力地介紹 並沒有強行推銷 最後並沒有強迫我們買任何衣服 你見得多漂亮 你看, 你見得多四件 那究竟婆婆買衣服當日 店員的銷售手法是否不當 婆婆的衣服 為何買完又會消失 真相最後由閉路電視揭中 她有拿著一袋衣服 接著我們的同事跟她說再見 真相似乎水落石出 婆婆是有拿走那些衣服 不過吳小姐仍然堅持幾件 認為店舖的銷售手法有問題 紙袋很輕地右手繞著 是否真的有三件衣服 我真的不肯定 我只能認同 在這一刻當她拿了四件 她真的可能拿著袋子之後 在回家的路途中 或者真的拿下了, 不奇怪 總之回家見她的人, 甚麼都沒有 但當婆婆手撿衣物後 似乎記起當日買衣服的少許情況 我不…應該不會便宜 這些衣服是你買的嗎 是的 是你買的嗎 你記得甚麼時候買的嗎 記得了 你記得在哪裡買的嗎 在哪裡買, 記得 在…在荃灣 那你記得買了多少錢嗎 不記得了 我80多歲, 自己也不知道 看到…站起來, 買點 你喜歡這種衣服嗎 不喜歡, 不想 買了十件衣服 到底最初那四件衣物 為何不逆而非, 就不得而知 但吳小姐就說, 敬一試, 掌一致 每天都要留意她有多少錢 二、三百元 而且都會陪伴她出街 不會讓她一個人出街 對, 輸一還是… 我喜歡那個衣服 你喜歡那個衣服